嗯 枪枪三人行拜年了拜年了拜 恭喜恭喜恭喜新年好 红年如意发大财 哈哈哈抽风一样 哎咱们来台湾的吓了我一大 哈哈哈哈 有吓到你啊不容易 哎那个什么我是半仙 你们俩都是红人啊 这个气氛非常好 呃绣员给大家这个台湾人怎么办 对恭喜大家新年发财 万事如意然后虎年行大运 虎虎生风都要跟虎有关系 对男人学男人大展虎威 对吧女人都是虎妞 是吧虎胆威龙虎的 而且人家绣员呢 你看台湾朋友你看拿来这个这个东西 祝大家这个恭喜发财 金元宝哎 金元宝这是一种香 这是烧香 对这个是招财的香 我刚刚拿给文涛的时候 然后文涛差点就一口咬下去 他以为是凤梨酥 没算实际能吃的是黑的 这是黑芝嘛 哎徐老师可以吃啊 这个一边吃一边过年嘛 没错 在朋友里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秀源这个可以跟我们说到说到了 你作为这个著名的迷信研究 这个虎年运势如何呀 其实今天来呢 这主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枪枪三山行 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骑个福 因为在大开年的嘛 我们总是要有一些表示 谢谢大家平常对我们支持 所以今天这个香呢 其实我是特别请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水专家 叫宇洋老师 他特别用成年的檀香 然后这个是用来开运的 也就是说呢 大概在初一十五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一开始 就一大早开门的时候 或者是过了十二点以后 其实已经算初一的时候 你就点上这个香在家里绕一圈 然后因为这个是拜财神的香 手拿着房间里绕一圈 就是没有他平常会有一个小碟子 或者是一个黄金的聚宝盆这样子 你就可以拿着拜一圈 然后办到门口的玄关那个地方就放下来 因为它的檀香的味道非常有好闻 主要为什么要点这个 同样是香 不一样 说说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财神爷就跟我们平常好朋友互相拜年一样 如果你没有开门请他 他不好意思进来打扰打扰 所以这个香其实就是告诉他说 我欢迎你来请你给我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招财香 另外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杯子 这个也是特别的 宇洋老师要跟大家一起生肖 十二生肖 这个叫三合杯 其实十二生肖里面 三合杯了 好像黑身会 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明年的运势怎么样 然后可以碰到一些贵人 所以这就告诉各位是 什么生肖跟什么生肖 是最相合的 比如说像是文韬 你属羊 属羊 对不对 然后你的贵人就是兔子跟猪 没错 好像好像老板刘长乐就是兔子的 是 他是属兔的 属兔要讲清楚 你还加了两个好像都没搞清楚 好像好像 记得 而且我在我刚到香港住 头一年 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员工住一套房子 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黄小茂 就现在著名主持李静的那个夫人 不是夫人 老公 老公 住一块 你跟谁的夫人住一块 没错 最后都住成夫人了 住了一年 原来他们说你们不能再住再住就同性恋了 所以他就是属兔的 属兔的 这还真是 兔子跟猪 那那个 子冬老师是属马的 对 马是要跟老虎 今年虎刚好是本命年 所以马跟老虎跟那个小牛 行 我看见穿红 那就扑上去 哈哈哈 还当虎 你你可以跟那个虎一虎可以当夫人 当夫人 他一个 哈哈哈 我今年真的是虎年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虎是一个好兆头 感觉上虎虎生风 但是虎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 就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属虎的朋友 今年可能要安个太岁 就是本命年 本命年 所以太岁当头做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要怎么安呢 去庙里头 然后把你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 然后住哪里 就是什么籍贯什么这些东西 详细的 然后去交给庙方 庙方就会帮你 什么庙都行的 基本上是了 庙方 现在都有庙方 我就知道官方 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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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方就会有 叫唐不行 应该也可以吧 唐方 唐对 圣方的 圣唐 对 反正就有拜拜 这个小灯是点一整年的 那就是保佑你在这一整年 那个灯是不灭的灯 那是什么能源的 什么能源的 现在好像是LED 高科技发展 就是拿点一盏 点一盏灯 但是也有很多传统的庙语 其实他们是真的就是常年供这个油 就是香油 除油 长明灯 对 长明灯 哎 我听说是什么 有人说虎年不宜结婚 这个我 所以多么都赶着说这个虎年之前赶紧结婚的 有这一说吗 在台湾没有听说 在台湾是只有孤鸾年 就是在我们就是每一段时间好像是七年还是几年有一个孤鸾年 那这孤鸾年的时候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开 我不能孤鸾 咕端 就是孤单的孤 鸾 鸾那个字还挺难写的 有点像弯 那个那个鸾 就是寡妇年 是吧 那为什么一定要寡妇年 对 关寡妇 关妇年 尤其是女性 尤其女性 我也有啊 你看我们恰恰三人行 这不是今年开了那个微博吗 哎这个微博就收集了很多这个段子 我跟你说一个新年雷雨啊 你新年见到朋友呢 你就可以跟他说了 哎 头一句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 哈哈这是什么 安慰再一句伯母你好 我是你儿子的男朋友 哈哈哈 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跟你翻脸了 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 居里住在家里的夫人 居里夫人 就是新词 秀媛接着跟我们说说 这个春节应该有什么注意 什么什么事宜啊 春节啊 其实最主要是应该要走春吧 就是在 走春啥意思 走春就是在除夕 过完十二点 不是大家都围炉手碎吗 平常在台湾的习俗是 就我们吃完年烟饭以后啊 然后家里会点个火盆 那这个火盆就是 这个盆子要面朝礼 就是背着大门 然后面朝礼 然后男丁就是家里的男孩 就跨过这个火盆 跨火盆呢 还要念台语 但这个台语我不太会念 意思就是说跨过火盆以后 这个家里的猪都会养得特别肥美 因为以前台湾是农业社会嘛 所以 好像我们大陆不是农业社会嘛 是是是是是 我们想台湾习俗啊 你有跨火盆吗 没错啊 跨 我觉得出家的时候出家结婚才跨火盆呢 其实跨火盆有很多的意思就是去除不好的运气 比如说像是以前我们其实有有坐牢的啊 商礼完了以后要出来以后也要跨啊 或者是有些什么特别的礼俗 那就是这个吃完年夜饭以后跨火盆 然后过完这个12点以后 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吉时 今年的吉时我还不知道 我还要问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生肖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哪一个时辰 比如说你出门以后走的第一步路 就出了家门大门以后走第一步路 比如说东南方要走100公尺 然后顺向绕回家 你就会把那个集气带回家 对对对对 出门往东南方走 不是今年啊 这个这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不能讲 万一大家都往东南方 几年方向还没丢 请上网查询 有带庙方 有带庙方研究 但总之是朝一个特别的方向 然后绕一圈回家 一定的时辰 对而且一定要顺其中方向 对对 以后过年全见人出门转圈 我真的是 我就到我们家门口 我突然突然形成一幻想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过年呢 全是围着电视机转 假如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过年的那几天 或者至少抽出其中一天或两天 就到一个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全部老民俗的这么一种过年的方式 那多过瘾 就是说我这两年 你可以事先报名 就是说我甚至觉得这个是有商机的 就是说它可以就是使得大家过一种古老的演 就是传统的那种演 就是说你没有电视机的演 就是说 就是过一个Chinese New Year without television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 就没有电视机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没有电视机 就算你 就算你在家里不开 周围邻居院子 你哪怕住在别墅 那也噼里啪啦 很响的声音 电视机就是这个时代的宗教 对 而且又春晚了 对 所以你刚才讲 你拿了端的箱 在12点01分的时候走 我那个时候想 你端的箱 周围一定听到 没电视机 那个时候一定听到说 海防边向的战士箱 你们会问什么 对不对 但是想你赢来赢去 你都赢不掉 能不能就是让大家 能够有一个方法 完全避开这个环境 我就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 有没有一种形式 就没有电视 像他这样 用那么一种很传统过去人 一百年前人 怎么过年的方式来过个年 你听个意思 但是我跟你说 你可以换换这个形式 可是呢 新已经变了 你说过年呢 大家在一块 他都是干什么呢 就是是玩什么呢 还是说是聊什么呢 其实现在的过年 我觉得真的没有以前 像是我爷爷奶奶 在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非常热闹 晚上就是一定要支骰子 你们有没有支五子 就是那个小豆豆 然后放在骰子嘛 骰子 然后放在一个大碗 家里不支吗 现在人家一年到头 在酒吧里就在支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是家里要支 如果你支出 三个三啊 四个四啊 这种 六个四 那就表示说 你今年不管是考试 状元 事业 成功 六个四敏感词 我们不谈 六个四 或者是六个一 就满满堂红 就那个就是好兆头 那那个比例真的是很少的 你知道 所以那个其实我们就是 通常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继续 看看你今年的运势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都会去算算命嘛 看看你今年 比如说你应该是 比如说 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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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 其实大家现在都觉得 说好像书念多了 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 应该少了 可是现在的人 心里真的缺乏寄托 尤其是金融海销 你念再多的书 你念经济学博士 你也挡不住啊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实也命 也运也 所以这个三样都要看嘛 对不对 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徐老师说呀 甭管聊什么 肯定现在会聊房子 对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想过年呢 其实是个农村社会的 传来的习俗 是 原意呢 是旧的一年收成多少 明年怎么分配 多少下种 是一个跟结账有关的 年前要把欠的钱还掉 对不对 所以你看年里边的那些 什么高啊 鱼啊 都是都是希望 怎么来说 希望财富 对不对 要发财 而现在呢 别的都是小事了 除了做生意的人以外 不管哈 你投资什么太阳能啊 你赚的多 你赚好公募件 一般的人来说 家里这一年来最大的变化 就是房子 买得起的 买不起的 想买在旁边看的 应该可以卖的 没卖出去的 应该买的没买的 这一年 我发现过年吃饭 我现在已经到 而且知识分子都免不了 那些很清高的人 到前面聊聊 要谈房事 对 前面装模作样 讲讲春晚的缺点啦 奥巴马啦 海地啦 什么 陈冠西啦 而且今年没陈冠西啦 但是弄到后来都会讲房子 还有一种就很敏感的 就是说过年 常常有一年 很少见面的亲戚 几房远的 你阿姨的儿子 儿子的媳妇什么 大家凑在一起吃饭了 大家生活的都不一样啊 你知道现在的事情 变化很快的 去年开一丰田 今年就开一宝马过来了 那个呢 可能这一年前 还比去年更差了 对不对 什么 然后平常大家各 一年坐下来 当着老人家 长辈还在 总要讲讲的 亲戚总要讲讲 妈你这年过得怎么样吧 什么什么 其实啊 有的暖有的寒啊 对不对 我就这个比啊 所以说你看啊 中国人的很多 这个伦理文化呀 我就有点闹不太清楚 我还曾经问过 你比如这一家人 说兄弟几个 对吧 那么有人发了大财 那那几个兄弟 他们可能还过着 这个比较一般的 很普通的这个生活 我过去我就老问他们 我说像这个情况 兄弟几个 是不是应该同富贵呢 你比如我发现 这不一样 好像是在广东啊 潮汕海陆峰那边 有一些兄弟的家族 我见过 那可真的是 有一个发了财 弟兄几个 基本上就是平分呢 就我们实际 这个财富是一样 但是呢 好像在城市 其实也是同座 有很多 有很多 你大哥是老板 二弟就是副总经理了 对 但是好像更大多数 比如在城市里的情况 也都是说 那么你富 你就富 你的兄弟没有那么富 那他们也就过他们的生活 甚至还有人跟我们讲 说是叫救急不救穷 对 就说你兄弟几个里面 或者姐妹几个里面 你是有钱的 但是你 你该怎么跟他军贫富呢 你也不能没事老给的钱 这样说不定对他 我注意过饭桌上的 尤其是这一年 你如果很成功了 比方说你年初买了个房子 比方说了 我200万买了个房子 可现在呢 人家就来问我要 350万了 也许真有这样的事情 你当然很开心 讲这些事情 你爸爸妈妈也在 大家也替你开心 可是你就会注意不到 在你开心的时候 你的亲戚在旁边 他不说话了 他也不会来不说 或者他也说去 哎呀恭喜发财 你发达了什么 但是 真是我就注意到 这样的情况 他就旁边就不说话 可是中国人的团圆饭上面 还有大家一起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的 尤其是在过年的这段时间 只有自己锁了门 在家里算总账了 你团圆饭是自己这个至亲 问题是你到了初二 初三初四 你就会见各种各样的亲戚 对不对 你这个亲戚的范围就会 就会扩大 甚至也有朋友 现在还有人这样问 是说你去年怎么样 可怜吧 这样说吧 会倒过来 你去年发了吧 都会这样来玩 不管你发不发 都会来问去 像我说的 知道你去年情况不好 我就放心了 是吗 所以这是第一句雷人的话 你好了 我就酸了 我就失落了 第一雷人的话 很多人不说出来 但是一跑去说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这年的趋势上面来讲 应该会比去年好一点 照大环境来讲 不管是科技上面 或者是说你看五行风水 星座命象 大部分 大部分都会觉得比较 我觉得你比如说 对 像你说的这种 我们要乐观 你乐观 对吧 我也希望乐观 可是我觉得很没谱 你比如说像中国的很多事情 买房子 我听了那么多 今年是会涨 还是会跌 什么的 你听了那么多 但是你从过去的历史 可以交给你 在这个国度里 这是个神奇的国度 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就说喜欢算命 喜欢贿赂佛菩萨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情 咱说什么不靠谱的 北京话了 不靠谱 是因为根本就没谱 很多时候有谱吗 谱在哪呢 所以有的时候 你是说你去年一年的耕耘 努力明年不见得 会碰到相等的收获 太不见得了 太不见得了 反而是努力了的 什么都没有 没努力的可能光掉 这一桌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你又跟你说 什么样的 你为什么只能相信这个运气 因为这个天道 他会会 是吧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一事 你这运气就能神妙如斯 就说一个买彩票的 是真事 新闻 珠海吧 珠海有个小偷 珠海有个小偷 这个小偷帮助被偷的人 赚了一千万 怎么个赚法 你看这个人钱包里放着一张彩票 他这个彩票 带着带这个钱包 被小偷给爬了 给爬了 然后这里边有张彩票 然后这个人再接再厉 就是说我还是叫首号 就是说我还是这个号码 我再买一张 结果这一张中奖500万 中奖500万 回来一看 小偷 拿走了钱包里的钱 把他的证件彩票什么东西 又还给他了 道义有道 是是就还给他 结果拿到这张彩票 又中500万 没这小偷 他赚不了一千万 是 怎么没人来偷我情报 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真的让他爬了一下 就去想日子难过的 好心好抱 要在新春佳节之际 我要向全国的小偷呼吁 已经犯罪和即将犯罪的朋友们 说一声 他们也是我们的观众 对吗 就是要说一声 这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了 对吗 比方说你绑架人家孩子 人家给了赎金 你就应该别撕票 对 对吗 你不应该撕票 要么你把你们行业做坏了 我要是老大 我给你新家法了 你这样我们还怎么绑人呢 对 对吧 你帮我们想想 没错 你帮我们想想 这叫可持续发展 对啊 再要说 这个小偷啊 你偷了人家钱包 把钱拿走 人家的这些什么身份证啊 什么的 要留下来 你寄还给人家 你寄点得 咱们都可以可持续发展 你这样讲完以后 明天有十万个包 还掉人家主人的怀抱 陈敏远写了本书 研究武侠小说 在广州火车展被人偷掉了 后来他就发疯 就是中国人不讲义气啊 所以重新再写一本 你知道我前两天其实跟一位老师 就是林希林老师 他不是民俗专家吗 然后他就是说 中国人有一个习俗 就在年三十之前 贴门绳之前 你把欠人家的债都要给还了 但是只要贴上门绳以后 你也不准去讨债 然后人家还家 你也就暂时不要了 就要给人留一个后路 有时候还不了怎么办呢 我就发短信 我说杨白老求求求情 我说不用 徐老师 我告诉你 现在杨白老是爷爷 黄世仁是孙子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时候微博这段子挺可乐的 比如说徐老师问你问题 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结过婚 真聪明 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因为结婚 跟你的答案不太一样 我本来想说你 也曾经讲过价值观不同 然后说刚听来的 这春运不都是卖票 这刚听来的 警察对票贩子说 喊一二三 你们就跑 我们就追 让继续拍几个镜头 我真的很有意思 我有问一下 就是内地或者是香港 有没有尾牙这件事 我们有邵牙 邵牙是什么 你不要消遣我 几个足球明星 不叫大少小少 尾牙其实在台湾 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 这是尾巴的尾 就一年结束了 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老板 就要慰绕一下员工 这个是在每一年台湾最大的事 尤其是在过年前的一个月开始 大家就想说 今年会发几个月薪水 这就是尾牙上面 也就是其实 今年会发几个月 对 就是除了你的本薪之外 你有多少的红利 所以要算起来 比如说你应该是拿12个月 那你今年可以拿到16个月 或18个月 刚才讲过 就是中国的这个春节 是个农俗积淀下来 就到这个时候 就是算钱的 期望将来更有钱 数过去有多少钱 就算在节季中间 每个人小孩就拿着去逗红包 也是钱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其他的民族的主要节日 比方说圣诞 它是一个跟 另外一个世界对话的一个 那么另外有些节日呢 是追求美学的一些文化的 咱们这个节日 这个是一个传统 真的 它是跟利 公利 名利 跟利是切不可分的 但是这生活很重要的 表彰总结会 全面表彰总结 其实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 其实在尾牙的这个场合里面 老板就不是搞一台晚会吗 通常都是我们的 所有的当红的明星 比如说什么陶金莹啊 或者是张飞啊 这些蔡康永 小S啊 大家就上去主持 那这个主持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作用 就是老板上来讲话 老板说今年 我要给大家抽奖 摸奖摸一个什么奖 那比如说老板说 就摸五十万 这样 那这个主持人就要说 五十万 这太不符合你身份了 什么什么 那就加码一百万 不是老板加 你要有那个功力在台上 所以这个每一年 现在的尾牙 就变成是谁的功力高 那个 由全场的员工来票 但那个一百万是真摸的吗 真给 就现场 其实老板都有准备好 但是我就给你五十万 但是给谁是不知道的 抽奖 是抽的 是真抽的 是真抽的 但是基本上你知道像是洪海 郭台铭先生 他们这些 就是一年发股票 之前是就是你发多少股 给你 因为股票不断在涨嘛 所以其实这个尾牙 也就是看出来 就是今年你抽到什么大奖 你拿到什么 就是让你定下心来 明年好好 咱们这个老板 也好像 对 今天下来为您播出 TCL地球宣言 是需要 我就 我觉得 我就说新一年了 劳动者应该能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 谢谢